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宏师父 弟子代表广东共修族有五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讨债或者还债的子女是命中注定的吗 如果同修努力地修训念经还债 会不会本来命中讨债的子女 就不会淘汰到他家里 或者本来就要要淘债的子女 生下了后就不再淘债了 这里面会不会有个转变 请师父开示 淘债和还债那是必须要来的 那是你的命根当中上辈子造的因 所以这个生出来是金氏的果 所以很难改变 那么你说生出来之后 他本来是来讨父母亲的债 那么你就必须父母亲用加倍的念经 用做功德的方法来把这个孩子的债早点还清 你说让他不来 我可以把这些债还完很难 因为因果丝毫不爽 连菩萨都不能动因果 所以这个讨债鬼要到你家里来 他必须要来的 只是来了之后 你让他尽快还完 让他走 还是尽快结束恶缘 变成善缘 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所以你刚才的问题 你想让他不来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